我看我自己都震了 怎么是这样的 天上有只鸟飞过去 那个鸟太绝了 我们再撞上那个鸟 谢谢我跟陈老师 还有不可描述的戏 没剪进去 你别说我们电影 也放不出去的 特别可惜 各位逃卖VIP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们是电影草木人间的主演 吴磊 蒋晴晴 翻牌 就现在 你也有啊 你也有啊 我也有 自得我有 我也以为我吃 所以你就知道导演 是多么的热爱这个电影 和热爱这个角色 他生怕我们演不好 这就能够看出来 他对这个戏的期望很高 我们都很喜欢春江水暖 看到那样的片子 不由得会对那样的片子 导演有一些想象 其实在拍草木的时候 反正跟我想象出入挺大的 导演是一个要求 非常非常严苛的一个导演 尼尔坏 尼尔坏 就是他心里特别有数 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但他不会跟所有人说 他就是藏在心里面 一步又一步的 通过各种方式 刺激着我们演员 然后让我们做出 他想要的表演 这个过程 其实还挺新颖的 对 他是一个比较温和的导演 表面上好像给了你 无限的空间 无限的自由 其实他内心里边 是有一个坚持的 你的表达要到 他的所期待 或者是所想象的那个东西 找到他的那个点 所以说会很多时候 就会跟我们提出来说 前两天拍过的 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呀 有些戏我们会有 重复拍摄的时候 在酒店里 我穿西装那场戏的时候 其实已经拍完一条了 也过了 也非常好了 然后过了一个礼拜吧 导演说他想重拍 他要加一个茶重 所以那场戏我们就重拍 我觉得导演这么做 其实也是很有道理 其实很多戏和很多表演 如果说特别明 好像就没那么自然了 就是他如果特别上来 就跟你说要这个要那个 这反而可能会有些 因为很多东西 包括导演自己 都不能完全准确地表达出来 很多东西都是 凭着一种直觉 或者是感觉 导演在后期剪接的时候 或者什么时候 他会发现说 是不是还缺一个那个 然后我们就开始 又重拍那场戏 其实还挺不一样的 当然中间如果是 完全全身心地去准备角色 我觉得效果肯定会更好 但我觉得中间 这样子隔了这么一段 其实木莲也在我的心中 会逐渐地生长 拍摄间隙 包括平时我都会想到木莲 木莲那种不一样 就会在我心里越来越清晰 因为你有一个东西 一直都没有完成它 就像雷雷说的 你就不停地要去想 你就生怕这个人物 感觉跑掉了 其实他对演员的 一个创作来说 你永远地牵挂它 永远有个东西未完成 反复地提醒自己 那个角色还在 还没有玩 你一直在不断地 要去丰富它 因为我中间 我待在家里 所以说你就会复盘 那场戏我是这样 这样这样的 为什么说电影 是个遗憾的艺术 就是这样 工作完了之后 你才会发现 好像我那儿有问题 好像没做好 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好像这个 又给了你机会 你就有可能下次 第二次我们在复工的时候 你就会跟导演说 我觉得我上次那场戏 是不是不太好 你觉得呢 我们有没有可能 再来一次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导演也是在做 这样的一个复盘吧 所以我们第二次开机的时候 也拍了一部分 之前拍过的戏 对 我们第一次拍的时候 导演就说 我们夏天会再拍一次 那个戏 就是那个茶天 雷雷塔茶天的戏拍两次 就给你送盒饭 是的 那也拍了两次 直接就说 春天拍完之后 导演就直接就说 我们当时拍 我们夏天的时候会回来再拍一次 那一场戏应该我们当时拍完 有多少分钟来着 七八分钟的 反正就挺长的 很长的一段戏 这是被剪掉的 从中间才开始的 从地和饭开始 反正我们俩开始吃 边吃边说 好多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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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个拍得得有个十几遍吧 对 我们俩都吃的都不想吃了 反正拍的那个 跳到的一个感觉是什么 因为这个里边有很多的配合 机器的配合 机器在他脸上 摇到我脸上 摇到他脸上 光影的配合 因为贵尔刚又很喜欢自然的东西 风的配合 对 他喜欢我们两个对白中间戏的时候 有那么一阵风吹来 树叶作响 他说那边菠萨的那边动 他又不喜欢人为的制造 对 他又要碰 对 所以说我们拍的时候 包括下雨 包括干嘛 全部是碰出来的 全是自然的 碰到什么就是什么 当然以前跟我 就是有那种那种戏 刚刚那条表演是最好的 但是倒数第三条 你讲那句词的时候 听上有只鸟飞过去了 那个鸟太绝了 我们再撞上那个鸟的吧 撞上鸟 我说 我相信导演 当时在拍这个的时候 他也想的是 如何在长镜头里面 完成所有的东西 所以我们才觉得说 这是不是又是第二个 春江水暖的那种感觉和节奏 结果最后发现一剪出来 完全不是 拍摄的时候 有一个新的一个认识吧 看到片段的时候 又有一个新的认识 我在东京看的吗 我看我自己都震了 怎么是这样的 我们那些长镜头呢 因为我们长镜头拍的非常好 大家都是在最好状态里边 然后就像风也等到了 云也等到了 鱼也等到了 什么都等到了 然后鸟也来了 对呀 什么都很好啊 怎么剪了 我觉得很多茶山的戏被剪掉了 好多人都会觉得节奏很慢 会不会让人会失去看下去的信心 对 然后就被剪掉了 其实我自己非常喜欢 太多了 哇 他后期的那个 花了好大的力气 他出去了一个礼拜 我 但是我觉得没关系 可惜但不惋惜 你像我拍草木 后面也拍了一两个电影 因为我说心里 我都不会期待他上映 甚至我心里都自己告诉我自己 他上不上映 对我来说没有很重要 最让我欢喜的一个部分 是在拍摄和完成这个角色的时候 完成这个角色 杀青的时候 我觉得已经获得了我最大的幸福和满足 所以上映与否 或者说观众是否能看到我们的努力 我觉得电影有自己的选择 导演也有自己的选择 我觉得啊 是因为李年轻 他有无限的可能 和无限的时间 所以他就会觉得说 我可以还要做其他的呀 我还有其他的选择 我还遇到更多的角色 更好的角色 更多的表达 可能作为我来说 我就很期待 他能够在荧幕上出现 让每个人看到 我就非常期待 不管好也好 坏也好 他面对了观众 他从时间上面来讲 可以说是毕业作品 但是因为我觉得 我不会拿草木人间 这一个系去总结 我过去的那些经历和经验 因为草木是一个很全新的体验 它给我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是一次很新的一个冒险和尝试吧 我觉得每个戏都是一个戏 每个戏拍完之后 我都会自己总结和复盘自己的角色 自己的工作的状态 因为那是导演的要求 你也可以不用那么的较真 或者是完全的投入 因为我不想撒谎 特别是在镜头面前撒谎 所以我觉得我就有很多自己的代入 那个过程对于我来说 我会觉得很残忍 甚至于说很不道德 其实我拍完那个戏的时候 我非常难过 我觉得我带入了一些 我不该带入的东西进去 其实我当时我拍的 我非常的反感 我觉得不能这么去做 我觉得演员就是这样 我觉得有的时候 你就要出卖自己的灵魂和身心 那一刻你就觉得 必须要这么做 所以我才会说 我拍完那场戏 我会很难受 非常难受 顾小刚都看不下去了 然后就冲进来 摄影师都快气爆了 摄影师就觉得 哇 这后面应该到了关键点了 因为摄影师就觉得 我们已经快崩溃了 那肯定后面就会有很多 意想不到的东西会出现 因为虽然从戏上面来说 我们完成了 但是有可能我们要的 并不是那个戏的过程 我们要的是这个戏完了之后 这帮人在面对这些结果的时候 他们的那个反应是什么 那个摄影师就肯定很想拍到啊 他就觉得我们俩一走到旁边来 远离了那个所谓的表演区域 摄影机的背后 其实摄影机 它可以马上转过来补拍我们 然后我们就离开那个场景之后 蕾蕾先站在我的旁边 后来蕾蕾又抱着我 摄影师就觉得说 接下来肯定会发生什么 肯定会让我们捕捉到 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意外的东西 但是这时候顾小刚进来 所以后来我就有听说说 大叔还在说顾小光 他说谁让你进去的 我觉得就是遵从角色的本心 角色该怎么做 我们就怎么做 跟着感觉走 当然大家心里都有数 说草木是一个比较有深厚内容的一个剧本 大家肯定会说全力以赴 但不会因为草木是草木 所以我就要怎么走怎么样 你这样的话就有一种企图心在里面了 我相信这种企图心在你的电影里面 在你的角色里面是肯定能够反映出来 我觉得我们任何人都没想过 会通过这个电影或者是通过这个角色 来证明什么东西 不是 我们都是觉得 哎呦怎么样 把导演的意图 或者是这个人物 这个故事 给他说好 给他演好 所以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顺着来的 顺着那个感觉 直觉 很感性 而且导演就那么 给了我们那么大的一个氛围 像传销的那个氛围 围成一个圆圈 躺在那儿 闭着眼睛 吴比老师还在那儿 其实他有一大段的对白 洗脑的那个话术对白 但是在电影里面没有 就有点像那个周处除三害那个 最后他们弹琴唱歌 一大段话术 闭着眼睛在那儿听他说 其实都有 对啊 他们说的那么振振有词 而且演员必须要有 无限的信念感 你就是要相信 我们一进电影学院 学习的就是无实物表演的 就是说 从无到有 你要生发出来 你要幻想出来 都是在训练我们 所以到那一刻的时候 你只有相信 必须相信 到最后你就 好像就真的相信了一样 其实跟我的感受 本人的感受是有点重合的 就是从一开始 难以置信和质疑到 部分的理解 就可能我在看故事的时候 我就知道传向是一个非常非常 蛊惑人心情感中的 漏洞的一种冲击 但我还是很客观地 在审视这个事情 我到拍摄现场之后 参与到了里面之后 我才理解了 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被传向 因为它那种给你心里 带来的那种刺激 和那种愉悦 仿佛完全掌握自己人生的 那种掌握感 从容感 因为它不断地在鼓舞你 就跟演员听到导演的表扬一样 这条演得特别好 我们再来一条 特别好 你一定能演到更棒的一条 你就会被带入 你就会觉得是这样的 我也觉得我很棒 我也觉得我很好 非常有用 因为演员还是比较敏感 他需要导演 需要大家的一个赞美 我觉得奖项 我不知道对于他来说是怎么样的 反正对于我来说 我就觉得好像是 不单是角色了 我觉得有可能是对你 人生经历的一个奖项 你本人的一个演员 做演员 一个人生经历的一个奖页一样 不好说这个事情 我说不好说不是说不能说 而是很难有一个标准的一个界定 就是说这个剧本是我所期待的 我觉得是看缘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就一个剧打开了 你只看了半集 但你就没看下去 可能是被手头的事情耽误了 或者是觉得不好看 后来你又打开这个剧 然后一口气就刷完了 觉得特别好看 那剧还是那个剧 它们没产生变化 变得是你和你当时的处境 对于我来讲 能遇到喜欢上剧本 喜欢的人物 当然是最幸运的事情 可能合适的剧本 合适人物 但你不一定有合适的时间 或者说也不会选择你 我现在感觉就是 我就精进我自己的技术 精进我自己的生活 然后等待 脚踏实地地完成好每一个角色 很少 少之又少 因为我觉得现在本来对中年女演员的戏 针对她们的戏来说都比较少 因为市场的选择很单一 我们面临的角色就很单一 它没有更复杂的一个人性的体现 我们就看不到很深刻的女性角色 我很期待选择再多一点 市场再丰富一点 给我们中年女演员的机会再多一点 因为觉得人生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 其实是它最丰富 最多面的一个年龄段 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 包括坠落的审判啊这些 但是它的票房并不是那么的 鼓舞人心 这就会影响到一些制作单位啊 他们不会选择这样的戏 希望晴晴姐多出新作品 请问下一次的挑战 什么类型或者是什么方面的角色 我很喜欢凯特布兰切特嘛 比如说他曾经拍过一部戏叫 我不在这儿 他演那个波波迪伦 所以我就觉得太牛了 我也很希望变成一个那样的演员 没有界限 没有编辑 什么都可以 连性别都可以跨越 我觉得那个太酷了 为什么你工作能这么快乐 看了你很多拍戏的花絮 除了机场哭戏 你每次都特别快乐 特别会给演员带来快乐 有能量 为什么工作能这么快乐 因为我很幸运 在做我自己最喜欢的事情吧 我的努力也会被大家看见 我觉得这是作为演员 非常幸福的时刻吧 那就比较快乐 还有就是本身性格的比较傻乐 特别阳光 我想到了 草木人间有第二部 你不能告诉你 你得自己猜啊 有第三部 不是 顾小刚说了 会让我俩一起演一个武侠的电影 你还记得吗 你期不期待顾小刚的武侠电影 其实五台花还有私生子 其实啊 你别说我们电影就放不出去了 特别可惜 谢谢我跟陈老师 还有不可描述的戏 没剪进去 你知不知道我说是最厉害的 最重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就是让你妈妈开心 我老家的房子买了 你到底骗了吗